What's up,這裡是阿滴日常 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一個 我今年收到的最狂中秋節禮盒 不是月餅,是桌遊 好,這個 有沒有覺得看了就很令人興奮呢 好,你們可能沒有,但是我有 在這邊 就是這個禮盒 Arkham Hara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阿滴日常很初期的時候 我有開箱過這個桌遊 然後那時候就是跟大家介紹 我是怎麼整理的 這個是烏鴉盒子嘛 這是我特別買的特製的盒子 那 我就可以按照職業 然後把大家放在前面 然後後面這邊呢是它的故事卡 這裡拿起來是我們的 所有遊戲會需要用到的Token 就在這裡面 這個遊戲如果要一句話來形容的話 它就是一個黑暗風格的 卡牌建築冒險遊戲 一到四個人玩 那你身為調查員 你會進入到一個又一個的 不同的用卡牌建築出來的場景 跟故事當中 進展的時候 你會發現新的地點 然後可能裡面會有 不同的驚喜 或者是怪物 或者是軌跡 那這時候你就是要用你的手牌 去解決這些難題 那故事會隨著你的行動慢慢進展 到最後有一個結論這樣子 那 它基本上一個Story Arc 會是 一開始的基底遊戲有兩個scenario 然後接下來它會再出六個擴充的scenario 所以總共一個循環 會有八場故事 然後它是連貫的 就是從頭到尾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款遊戲啦 所以 可能因為在頻道有拍這個影片 所以呢被代理商 Go Kids看到了 他們這一次 中秋節呢就決定送給我一個大禮盒 也就是截至目前為止 所有發行跟鬼陣集團相關的周邊 桌遊 全部都送給我了 那今天想說也是感謝他們 送給我一個 我真的還蠻喜歡的禮物 所以今天來拍這個開箱 這邊這四個是獨立的故事 這五個是補充包的角色 這個是他們第三循環 就前面有第一循環跟第二循環的故事 我都有了 這是第三循環的兩個scenario 然後加上它的六個擴充 這邊的話是第四循環 一樣兩個scenario加上六個擴充 好的我完成了第一階段 把這一箱重整 我的角色牌放在這邊 然後這裡大家看到這裡有這些分割板有沒有 它是這個擴充 它這個擴充板的概念是 它會把原本就有的遊戲裡面 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機制 因為這就是不同的關卡 然後它會送你這個很棒的整理板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挑 我今天可能想要玩的是瘋狂列車 那我就可以把裡面這些 相關的遊戲卡片啊 場景卡片拿出來 接下來我就是要把這些多餘的 可能比較不會用到的角色手牌 這些先整理進去到這個大箱子裡面 那再來把第三跟第四循環 還有這些多餘的拆開來也是整理進來 好的我終於把全部的包裝都拆開來了 看得到我所有的擴充 然後所有的循環都拆好了 那它基本上每個一整個set之後 它會每個職業別的同用卡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冒險卡 然後還有不同的怪獸卡 然後場地卡 所以我現在要再把它們放到這個大箱子裡面 我看一下這個要怎麼整理 這個有點小尷尬 它有點放不下了 它太多了 那我想想看 通用卡在這邊的話 這裡變成是冒險卡 冒險冒險 好的各位觀眾 我終於把它完成了 這裡是由我們返回系列 所以有這個Marker的 第一跟第二擴充 這是我們所有的角色卡 都在這邊 大箱子裡面 一整個就很療癒 療癒 整齊 這邊是我們多的職業通用卡 在這邊 這裡是我們的隔板 多的隔板 然後這裡是第三循環 然後這是第四循環 這是第五循環 然後這兩個是擴充的循環 小的把它拆開才能放這兩邊 然後這裡的話就是我們 這個是二三循環的劇本 這是四五循環的劇本 然後這裡呢 是擴充循環的劇本 然後這邊有一些卡套 完成了 好現在的時間是 六點 我這個其實是拆成兩次整理 第一次花了一整個早上大概 三四個小時 然後剛剛的話呢 我差不多是從 四點的時候就開始整理 所以再花了兩三小時 整理桌遊的這個遊戲 我總共玩了 差不多五個小時 左右 然後 要把它整理好了 那我最後就是要把它 封上 你可能會問我說 阿滴你買了這麼多個循環 這麼多個冒險 你會有時間玩嗎 喔 我已經玩完了 我已經 把它整理得 整整齊齊 放得好好的 按照我的邏輯 就是 玩這個桌遊 我覺得最 對我來說最大的樂趣 當然它還是可以拿出來玩 如果今天 如果有朝一日 我突然 不知道為什麼 多出來很多的時間 然後也有朋友想要願意跟我一起玩的話 那我就可以隨時隨地拿出來玩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也心滿意足了 也算感謝Go Kids 對 是送給我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的一款桌遊 它是一個 史上最狂的 中秋禮盒 他們還多送了我一個 最近出的 也是Arkham Horror系列 這個系列的 然後 它的遊戲 看起來是 它是說 攻海中的恐懼 感覺是 你在 海上 你在船上 然後 遭遇到一些 怪獸吧 然後你要怎麼樣解決 因為大家看這個影片 單純只是我在這邊整理 看到最後嘛 所以想說 也回饋給大家一下 那這個 這個桌遊呢 因為我自己現在 手邊的桌遊 已經滿多的了 玩就玩不玩了 所以我想說 可以把這個 他們全新出的 Unfathomable 深淵之中 這盒 抽獎順處 所以 想要抽獎的同學們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留言 然後我會 在阿滴日常的IG 就是在 今天是禮拜 天嘛 所以我會在 下個禮拜天 就是一週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說 你想要這款桌遊 我會把這個桌遊的 就是參考的網站啊 跟他們的玩法之類的 放在影片更多的地方 你就去看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抽的話 你就在下面留言 那我在一週之後 會在阿滴日常的IG 結出來其中的五位 好不好 那就 就看有誰回覆我IG的私訊 那就按照順序嘛 就是月前面的人 如果有前面的人 有回的話 那就送前面的人 因為只有一套 反正我會 等於是我會選五個人啦 就是四個被選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可能 不太會看到我IG帳號 反正就是這樣 那就做一個簡單的抽獎活動